比较大支的 它会涨到大概2700多 如果你用比较小支的涨幅 涨幅它会涨到哪里 大概是在2000 也接近2700的位置 现在就是穿价 不管你用长期来看 还是用短期来看 差不多理论上它要回来 它回来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根据过去 比如说像2011回来 一回就是 回多少年了 8年 然后这边横盘了到2023 大概12年 8年加4年 8年加大概12年的时间 你要再赚钱 要等12年后 上一波 上一波的高点是2012 然后你要解套的话 至少要2028年 如果你要赚钱的话 因为这边是横盘 一直要到2023年底 也就是要到今年 还要再加好几年 也就是说你会被 如果它回档 你会套12年 那这边呢 套30年就不用讲了 如果你买在这个高点 下来就是套30年 所以黄金很危险嘛 理论上是吧 如果照过去的历史 但是过去不代表未来 这边也有啦 这边就不明显了 这边也是很多年了 你看1974开始 这边也是很多年才解套 随便都是四五年 后来这个时间加大到30年 这边缩小到12年 其实从高点来看的话 它上涨就那2009到2011啊 是不是 就涨着 2009 2011两年 那现在是涨一年了 如果再给它涨一年的话 假设这只涨到一半了 假设只涨到一半的话 那就是 大概 这边是大概2000 2000嘛 是不是2700嘛 加个300点 大概是3000点啦 就这样子 如果照这一段的话 那它就是涨两年嘛 然后接下来就掉下来 接下来就赔钱啦 那它就是大概是3000的位置嘛 如果你用技术分析来看 不管怎么看 这个位置大概2700到3000 理论上才要往下跌的啦 理论上 那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预测房价也有可能往下呢 依照政府只有在这一段时间 2016左右打房成功的经验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呢 央行的打房跟房价其实 没有关联啦 没有正相关 因为每一年都在打 这几乎都是上涨了 只有这个2016 左右 从2015开始 2016 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这个是上涨的效果 谢谢观看